Dragon Slayer 嗨 各位大家好 我是Rock 那麼今天呢 要為各位來重置一下 我最開始時候來的第一集 其實最開始時候來的第一集 並不是TAS那一集 也不是SMBX 野生遊戲 實際上我的第一集是被我刪除的一個影片 我評論的是Dragon Slayer 那麼呢 要在2017年 青年的時候 我決定把這一集給重置 那麼大家好好看看吧 Well 這就是Dragon Slayer的畫面了 Dragon Slayer是第一個使用藍光CD的一款街機遊戲 哇賽你看 還有一個紀錄了 並且Dragon Slayer這款遊戲的難度 也是難得有夠誇張 到底有夠誇張呢 實際上你絕對就只是跟著動畫 然後動畫如果有任何指示 你就跟著做 這聽起來很簡單的事情 可是呢 它卻有非常多的方式讓你死 所以實際上這款遊戲 很多人都覺得這個遊戲非常難 甚至連懷舊影評都說 如果你想要訓練這款遊戲 如果可以一次通道玩的話 你必須要蒙著眼睛 你會贏過 封過薩爾達傳說2 TNFMT 還有Silver Suffer 看這多誇張 也許 真的是這樣 但是我告訴你 當我玩過NES版本的Dragon Slayer 這個版本就是非常遜色的 實際上 NES版本的真正的困難 你們相信嗎 不過反正就醒 沒錯 這個遊戲開遊戲是不是長這樣了 我告訴你們 這個遊戲我無論如何 絕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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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可能會用實機玩 是的 因為這個遊戲確實是難到要死 這個遊戲的難度可以看比魔界層 甚至比魔界層更難 幾乎是我們最難的NES遊戲 你敢相信嗎 我反正就醒了啦 沒錯 這個遊戲就一直長這樣 看起來好像跟一個動作遊戲差不多 但是我告訴你 這遊戲的難度 絕對難到 如果沒有中斷點 如果沒有即時存檔 如果沒有限命的話 你根本就不需要玩這個遊戲 你敢相信嗎 首先一開始就是長這個樣子了 然後 Oleg 我碰到城門為什麼會死 請問一下 它這個通了電的泥巴還是什麼 不是 我知道那個人就是一般的城門啊 請問一下為什麼Dark撞上去 而會直接死掉 然後說它真的有那麼細皮症的肉嗎 我也不要細皮症的肉 但是我都不會死了 它還好歹是個戰士欸 我才是個Gamer而已 你有沒有搞錯 OK 所以這隻龍過來了 那麼 打它 這個匕首的這個 這是怎麼一回事 OK 好 我知道怎麼射匕首了 你猜怎麼招 這個是用A鍵雷射的複首 如果有玩過超級馬力兄弟的人都知道 這個遊戲是B鍵雷射的複首 但是 這遊戲居然給你反掛 喔 對了 順帶一提 你知道它的控制其實很延遲嗎 我告訴你 如果你不真的去玩的話 你真的沒有任何感受 我記得我在之前 我有上傳過一部 Dragon's There的一個對比的影片 如果你去看USA的版本 你就會買到USA更慢 變成非常延遲 或者你也可以去看Encre Video Ganner 你就知道它到底有多煩 所以我猜應該要蹲下去打它吧 然後 為什麼蹲不下來呢 在這 喔呦 死了 喔 很好 所以這邊我有策略 先走到這邊 然後呢 趕快蹲下來 然後到最左邊 然後打死它 喔 喔 喔 謝謝謝你 喔 龍終於死 喔 哇 這 這也太容易死了吧 然後 這遊戲跳躍是上 遊戲第一次的場景 我那還沒有過完 我是覺得我非常的自禁 喔 為什麼它不跳起來 好 拜託 拜託 不要 說真的 為什麼這個地方不能蹲下來啊 這 難道說 整個遊戲會因為場景的不同而不能蹲下 這樣子啦 我真的不知道該說什麼了 我們直接看下一個場景吧 What 一觸即死 什麼 一觸即死 你在剛進來遊戲耶 欸 這 喔 喔 喔 你可以看到我現在一直在使用即時存檔的那一招 但是說 如果你不用即時存檔的話 你給我試試看 你如果想要挑戰不用即時存檔 然後去破玩Dragon's Tale 告訴你 這遊戲的難度絕對是可以讓你好好玩上幾百個月了 再來呢 你必須要躲過這些木裝 如果沒有躲過這些木裝的時候 你就會被壓扁 喔 順帶一提 這遊戲Game Over的時候是完全不讓你接關的 例如說我現在死在這裡 然後呢 回到主選單 沒有錯 你無法接關 多棒的遊戲啊 你無法接關 我再說一次 你無法接關 所以你的命 只要 死彎了 你就無法衝來 這是什麼 人生遊戲啊 No Game No Life嗎 好了 回到這個場面 現在這個地方不管怎麼樣 你如果沒有躲過木裝的話 你就會被壓扁 所以呢 我必須要非常小心去找他的規律 可是在我找他的規律之前 我都必須要在前面一直死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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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死 現在這個要怎麼辦 上下上 下 上下 上下 不 控制成這樣 你不應該叫我做如此多的這些 非常需要控制遊戲的這種 精髓 這個遊戲完全就配不上啊 你在搞什麼啊 這遊戲製作者到底在想什麼 好 然後看到上面那個1了沒有 這個其實是就是補血的 沒錯 你有血條 但請問一下 所有東西都是一觸即死 為什麼我需要血條 好不好 這邊我就要來證明了 你可以看到沒有 這邊有蝙蝠對不對 實際上呢 所有東西都可以讓你一觸即死 可是 蝙蝠呢 卻只能傷害掉你一點點血 算了 當他佛心來了 我告訴你 不會怎麼樣 這遊戲不可能不受傷 因為很多地方 你根本就沒有辦法躲過蝙蝠 因為這該死的武器跟這該死的所有的場景 真的太討厭了 到底是什麼一回事 你認識一看 你認識一看 如果說我沒有超強高超技巧的話 我要怎麼過這個地方啊 別別別別別別別 喔好好 別別別別別 別別別別別別 喔好好 別別 走 走 走 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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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賣 喔 走走走走 什麼 我連碰都沒有碰到他欸 為什麼我死了 小心小心 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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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寶責 走 不要管了 欸 怎麼換出一關BOSS戰 WHAT 沒有啊 你們現在都明顯看到了 他們在你完全不知情的時候 換弄出一條蟲 WHAT THE F... 他根本什麼都沒有告訴我 不給我任何預熱準備時間 他就直接給我出這隻BOSS 這樣誰知道啊 是的 這就是這關是BOSS戰了 我會打死他吧 欸 打 打 啊 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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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好 好 來 你們啦 啊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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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所有的這一 proc Becca 什麼時候可以給我一點機會阿 我一定死了好多遍 我都沒有算 我以為我這樣講 我懶得算了 走 YES YES 再玩 GET DOWN GET DOWN GET Down 然後幹嘛 媽那根源出來了 天堂 天堂 hello hello 喔 要自己走出去啊 對呀 那些過關之後 就做了一個動畫 實在是太蠢了 為什麼不要讓玩家 直接走出去就好了呢 還有 你們有看到那個世界上 最慢的平台嗎 對著原版遊戲又太遜啦 幹嘛要讓平台跑這麼快呢 你們說是不是 是不是 是不是 好嘞 所以讓我們回到這邊 讓我們趕快去玩下一關吧 為什麼 我又回到第一關 是沒有錯 實際上第一個人 就是讓你回到第一關 那你要去第二關呢 請讓你當第二的 我那個 請問一下 你如果沒有告訴我我怎麼會知道 還有 為什麼有時候我一跳 沒有跳好 我會直接穿過平台 請問一下這怎麼一回事 為什麼 我的雙腳都已經高到 可是雖然是不錯 來來來來來來 大家一起看 來來來來來來 你看已經高到了 大家卻 穿過去還死掉 那一層 烏魯頭啊 什麼鬼到底 誰可以跟我講一下 來 敗落 好 來好了 然後呢 再來呢 又是一個翻騰第二關 然後我就寫了就快沒有了 所以呢 如果再多碰到幾隻蝙蝠 我就死定 小心緊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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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MG 這龍不要出現 這龍其實很好對付啦 你只要一直打他 讓他跑上去 然後你就從他下面爬過去就好了 好 打下去 打下去 YEAH 就像這樣 過去吧 OMG 這個平台怎麼可以這麼小 這個難充這 充這要死的這個控制 為什麼要用這麼小平台啊 WAT 有沒有聽過大平台 好吧 現在要幹嘛 要過去 跳 WAT 為什麼跳不上去啊 先生 先生 先生你快跳上去好不好 是的 這也完全跳不上去 所以說 我們來試試看這個龍選風好了 或是 我怎麼幫你吹上去的東西 等下 這完全沒有用 拜託啊 到底怎麼上去啊 喔 其實說你從這邊 過來這邊也是一個 非常翻騰 非常難的一個地方 所以說 為什麼他們要知道是這個地方 那個沒有看說明書 或是沒有看這個控制 根本過去了吧 那麼 我居然告訴各位 這個到底怎麼過 首先 等它 風起雲湧的時候 然後趕快按ABAB 然後想辦法這樣 飛上去 而且這個我告訴你 這個是非常困得上去的 你以為我只是告訴你 怎麼過去就很簡單吧 不 這樣超難的 擺頭上去 欸 現在怎麼以為是我剛才不是按的嗎 按錯鍵了 好吧 放開 上去 上去 為什麼他要把我拖下去 -有在一起啊 -G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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去啊 -那人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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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不樂啊 上上上上 Oh my What 為什麼變黑暗了啊 拜託 這種遊戲這樣子難 根本就黑暗 根本就不好玩好不好 不是不好玩 這根本不能玩了吧 他根本不給你這個合理搞清楚的時間啊 我噓 你知道嗎 這邊唯一的過法是只有失誤法 如果你沒有試試看的話 你根本就無法過去 你知道這個妝道有多難嗎 來囉 我冷靜一下 這個遊戲根本就不是只有 蒙著眼玩Link2 還有 TNC跟SilverSuffer的難度 我看這根本就會把SilverSuffer 還有魔劍村 沙羅曼蛇 全部放在一起 全部回合在一起 然後變成一個超難的遊戲 然後就你蒙著眼看 還要一邊拉蛇一邊入管 其實說呢 這個遊戲還有更多遊戲的版本 但是 我關完這個我已經玩不下去了 真的 我跟你講 我這裡是非常有毅力的人 如果你們能夠像我這樣 然後想要我破關的話 我幫你 你們請便吧 因為我不玩 我跟你講 我不玩了 這個遊戲的內心的核心 就讓你一直 St Grace 才那麼早 第3關更難 然後呢 最後第4關 最終跑步還那一隻龍 這隻龍也更難打 請問一下 為什麼要繼續玩下去呢 這個地方已經在我過不了了 我告訴你 我已經非常厲害了 我已經嘗試es了 complained 妳看我多有毅力 我已經很厲害了 你知道嗎 所以說 那些以前80年代的小朋友 到底是怎麼過這個遊戲的 我看這根本沒有人過了吧 你確定 你確定 你確定這是一個小孩子玩的啊 玩這遊戲根本就在浪費人生 我為什麼要去玩下去 我告訴各位 現在目前最簡單的方法 就是把魔鬼器關掉 然後去玩另外一款別的遊戲 然後 這次的評論就現在評論到這邊了 那如果你們喜歡我的影片 可以按喜歡或是訂閱 然後呢你們可以給我更多留言 或是給我更多的點子 我可以做出新的影片 給我一點動力 那如何 我是Rock 大家新年快樂 我們下回見